认识一个电视台的台长 她是一个说话温柔的女性 办事概念 妆容得体 浑身上下散发着优雅气质 有记得初次见面 她跟我说她已经五十岁了 我诧异地不敢相信 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 还特认真的回她一句 您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您怎么看也就像三十多岁的样子 听我说完这句话 她笑得很开心 但又很肯定地回答我 她今年的确五十岁了 我向台长请教她每日饮食 以及生活习惯 台长说她每天坚持早起跑步 平时有空自己做纯手工的健康食物吃 少油少盐 保持心情良好 我继续问 我们身边很多人 最初都有过坚持运动 保持美的念头 但在生活的魔力下 大家逐渐被生活同化 变胖变苍老 甚至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为何你能几十年如一日 始终坚持变美变优雅 台长答 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是我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 我不想浪费人生中最美好的瞬间 所以无论对待工作还是生活 我每天都在用力地 让自己活得再美一点 再贵一点 这里的贵 不仅是指让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更是指珍贵 那次接完台长回家路上 内心充满感慨 以前总以为永远不会变老 50岁依旧活得像少女 是女明星们的特权 这类女性只会曾活在荧幕里 认识台长后才发现 永远年轻 永远美好 不只是一句漂亮话 不知女明星们可以做到 我们也可以做到 在最好的年纪 不要活得太便宜 让自己活得贵一点 美一点 不只是理想 更是可以实现的现实 拥有自己喜欢的身材 穿着漂亮的衣服 简单大方 气质优雅 再加上拥有健康的体魄 这是很多女人想要的人生 所以如果可以 这一辈子 尤其趁年轻的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活得再美一点 当然保持身材是挺难 但也不是不可能 认识一朋友 生完小孩之后 胖了很多 一度自卑且抑郁 后来花了半年的时间 瘦了25斤 瘦回生小孩之前的样子 问他瘦身秘诀 他答 少吃 多动 加上还要有变美变瘦的信念 过程辛苦吗 辛苦 我曾见他 长饭 只成碗的三分之一 吃得很清淡 每天早起在公园里 晨跑四十分钟 晚上抽出一小时练瑜伽 高油高热量食物绝不碰 一起出门吃火锅 曾经无辣不欢的他 就着鸳鸯锅那边的 清淡锅 涮着青菜吃 在25岁之后 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 想要一直没下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人生有些事 正因为很难做到 才更能显得 做成这件事的人 很酷很美 毕竟人一辈子 只有这一副躯体 他值得你雕刻出 他最好的样子 在很多人的故事思维里 追梦好像已经成了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的特权 但不是这样的 相比于今后的每一天 此刻都是我们人生 最好的年纪 此刻的我们 都是最年轻的状态 所以此刻 我们人生中最年轻的自己 也有勇敢追求自己 想要人生的能力 我认识的一个姐姐 原本在小县城的 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二十八岁那年 她突然觉得 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她想象中的人生 应该是更丰富多样 更活泼的 而不是一辈子 待在这个 能看得到未来的地方 所以那年 她辞职 全新考研 二十九岁那年 她成为一名研究生 学着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三十一岁 她出国继续深造 认识了她现在的先生 三十三岁这年 她和先生一同回国创业 现在的她 做着她喜欢的事业 挨着她深爱的人 过着她想要的生活 讲这个姐姐的故事 倒不是说 哪一种人生 活法更好 只是 在最好的年纪 我们都要尽力绽放 追求自己想要的 活成自己 想要的样子 不要怕 来不及 更不要被年龄束缚 只要有梦想 一切来得及 当然 这个过程很辛苦 要有端舍离的勇气 有不怕失败的魄力 还要有 我一定要过上 想过生活的决心 毕竟 追求想要的人生 从来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但我们 都只有这一生 为了不辜负这一生 就要奋力去追逐 想要的一切 要努力把生活 捉腾成 我们自己 喜欢的样子啊 要好好的活 不要便宜了人生 更不要便宜这一路 曾为难过你的 那些挫败时刻 年少时 听到别人说 不要活得太便宜 总以为这句话 是在指物质 是要我们穿名牌 在高级餐厅吃饭 拎着有被大家 熟知logo的包 一切都要贵的 要好的 成熟后才发现 真正的活得贵一点 才不是指物质上的昂贵 人生的贵 从不是用钱 得寄出来的 不要活得太便宜 这句话 真正的意义 更该是 在最好的年纪 要努力追求 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 最好的工作和生活 更要懂得 珍惜自己 照顾自己 尊重自己的感受 我们要吃得健康 吃得好 而不是只图贵 我们要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用心打磨自己的技能 让自己真正拥有一份 安身立命的本领 如此才不会被人小瞧 更不会活得太狼狈 我们要热爱生活 发自内心地去拥抱生活 如此才能活得开心幸福 我们要多看书 充实着内在 拥有独立的人格 如此才能清晰地认识自我 才不会活得太盲从 我们要去塑造 强大内心 要有能一次次 把自己从泥沼中 拉出来的自救能力 在最好的年纪 要让自己从内到外 都充实自在 既拥有美好的皮囊 又拥有智慧的大脑 还要有强大的内心 这才是不辜负自己的昂贵活法 非常喜欢Facebook首席运营官 谢利尔·桑德伯格 写给女性的一段话 希望你们找到人生中 真正的意义 满足和激情 希望你们能安度 未来的艰难时光 并收获更强大的力量 与更坚定的决心 希望你们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 睁大眼睛去寻找 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 在事业里全心投入 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争取 去努力 所以不要在最好的年纪 活得最便宜 你得丰富 要去美 去感 去要让自己变成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